尋找時間為十五分鐘 院長好 有請行政院長張部長 張部長 張院長 黃委員長 院長長 今天在進到教育議題的質詢之前 我想跟院長先就一個軍中人權的議題 來做一些意見的交流 那其實228剛過 那轉型正義其實在這段時間 一直有在被討論 廣泛的討論 那其實我認為的轉型正義 它就是要把過去不對的事情改正過來 要讓我們的社會知道什麼是對的 要讓我們下一代知道什麼是對的 這是最重要的教育 也是讓我們 也是最迫切的文化重建工作 我想要詢問一下院長 你對於我這樣的一個想法 你是不是認同 我同意 我覺得過去不正當的事情 都應該平反過來 而且要有交代 那接下來我想要詢問一下院長 您知不知道在2013年 在紅仲丘的這個案件之後 在行政院的轄下 成立什麼樣的一個編主 成立一個什麼 成立一個什麼樣的任務編主 您提的是這個軍事院案的委員會嗎 沒錯 那我不曉得 院長對於這個軍事院案申訴委員會的了解有多少 那我只是想要告訴院長說 在2013年的8月 行政院成立這樣的一個任務編主 那在2014年一年到期之後 這個任務編主也就結束了 那總共有113個案件 當中只有四個案件 因為認為說有在偵查的必要 而轉到一般的司法 來進行後續的偵查跟審理 好 那我想請問院長 你知不知道在後續的一個發展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不清楚 那我這邊想要跟院長說的是 目前這四個案件 只有黃國璋的案件 有受到比較多的一個積極的偵辦 好 那在這一個黃國璋的案件 我今天想要跟院長說 因為他前陣子 因為發現了一些新事證 所以現在目前在高雄的這個地方法院 正在積極的偵辦 那黃國璋這個案件 即使他在這個一到一般司法之後的一個偵查 對照拿出了都不在卷中裡面的一份筆錄 那即使黃國璋的一個遺體上面 有多處受到凝虐的疑似的這個凝虐的一個痕跡 那以及他的遺體 他的頭部 他受到一個鋼針的穿越 這一些狀況 即使都再那麼的不合理 但是這一個案件 他只依業務過失 業務過失致死來起訴 那即使他是一個沒有真凶的案件 即使黃媽媽心裡面有再多的不甘 但是這麼多的一個軍事冤案 也只有這一件是被社會看到 也只有這一件 是有那麼一絲絲可以看到曙光的案件 我今天有帶來就是黃國璋 他當時候遺體的照片 還有黃媽媽這21年來 為他的兒子尋找真相的一些資料 我在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個畫面實在過於殘忍 所以我沒有把它 就是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我今天想親手把它交給我們的院長 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這幾個月看到你 大家會覺得你是一個有學有淚的一個行政院長 在馬政府這幾年來 是唯一一個可以給大家覺得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個比較 可以聽到民意的一個院長 所以我今天透過這個機會 我把這個資料交給你 那我也希望你離開這個質詢台之後 你用一個身為人父的心情 來看待這些資料 如果你是這一位黃國璋的爸爸 這二十幾年來 你會不想要知道 當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你會不想要知道 當時候的真相是什麼嗎 這二十幾年來 你真的放得下嗎 我希望離開這個質詢台之後 院長可以真的花一點時間 去了解一下這個案件 但是從所有書還要跟我們 既然說明 我要來跟我們還是要尊重司法 譬如說 如果這個司法的判決 您剛剛說是過失 業務過失的話 不夠的話 其實還有上 應該還有上訴的機會 好 我當然同意 院長所說的要尊重司法 但是 為什麼我今天會站在這裡 從選舉之前到選舉之後 其實我這邊跟時代力量 一直收到很多父母 在承勤他的小孩 在军中受到不当的对待 或是军冤的案件 所以过去我在体制外 我没有办法为这些父母 在实质上面做到什么事情 今天我们走到体制内了 时代力量跟我们的办公室 以及一些民间团体 还有这些父母 我们现在共同在想一些办法 看怎么样来制定一个军中的冤案 或不当处理的这个特别条例 能够成立一个专责的一个调查委员会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包含了超过现在时效的 20年的这些案件 我们都可以共同来处理 那今天我也想请院长 能够指示相关的部会 共同来演绎这样的可行的对案 那我不晓得说 院长你是不是愿意 来做这样的一个指示 我想立法院这边 如果有这个特别条例的想法或草案 这个行政部门 通常都会要提对案 或者给一些看法 那个时候自然行政单位会也会进来 那我也希望说 虽然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 我也希望行政院能够对于 未来我们立法院要做的这件事情 能够共同来做一个研议 好 那这个是 我们会尊重立法院 好 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跟院长说明的 那这份资料 我也亲手交给院长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教育的议题 那请 部长 顶部长 好 那接下来本期要来关心的是高教的议题 因应现在少子化的冲击 教育部有关一些大学整病的一个政策 我今天想要来询问一下我们部长跟院长 根据本期的了解 有一些大学的一个整病 其实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但是有一些呢 它的争议是比较小的 那像是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清华大学 跟新竹教育大学的一个整病案 那这个案子呢 其实它的一个争议比较小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教育大学 因为少子化的状况 教育大学要遭受到 很优秀的学生其实有一定的难度 那为了要因应国家 国家教育的长远的一个发展 培育优秀的私资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呢 如果说新竹教育大学跟清华大学 它能够整病成功 我相信 我们能够遭受到更好的私资 那清华大学 它也会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教育学院 所以呢 如果这个和平案能够顺利的进行 我相信对国内的一个私资的培育 会有很重大的一个贡献 那请问院长您是不是同意 本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谢谢委员对于这个案子的支持 我想这个案子的合并案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我们希望在清华大学的支持之下 新竹教育大学不仅没有消失 而且可以在教育领域为了人才的培养 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这个部分我也是想要表达说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房间 大家的讨论 大部分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呢 也有提到一些争议比较大的 像政大跟台科大的一个整病的一个案件 其实很多的网友在讨论 那也很 这两个学校的学生 也都广泛在讨论这个议题 好 那我也认为说 这是一个比较疑虑的案件 因为台科大它是既质体式的龙头 那政大又是综合大学的一个顶尖的学府 那这么两间的学校的一个合并 怎么达到一加一会大于二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是要很慎重去思考的 那因为本席出生于计职体系 所以我可以了解很多计职体系的问题 那这两间合并会有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我相信部长跟院长都知道 是担心计职体系会被弱化 那我今天想要请吴部长 我们简单的说明 对于这个合并案你的看法 跟你的一个期待是什么 我想这个案子是由两个学校 游客上主动提出来的 我在多次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说明 我说这个案子如果要能够继续推动 一定要能够确保我们技职教育 不仅没有减少 而且它要能够加分 所以我们希望两个学校 在讨论这个合并案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当做它的优先的原则来处理 那院长我想请问一下 那怎么样确保高职生的入职的比例 那以及说如何确认说 技职它不会被弱化 这个我想他们两校在谈合并的话 应该这个部分要仔细去设计 怎么样去做到这个委员的重点 所以针对这两个问题 其实教育部到现在也没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一个看法 怎么样才不会被弱化 怎么确保高职的这个进到这学校的一个比例 没有相关的演绎的一个对策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说 他们过去所录取的技职学生的人数 或者是比例绝对不能够减少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合并过程中间 反而可以适度的增加 我想这是很基本的原则 我们有跟两个学校都说明 那接下来我今天要下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要问说 大专院校的兼职教师的问题 请问院长 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台湾的一个 大专院校的兼职的教师比例有多高 现在看我的数字 您这个资料上面很清楚 那现在的这个兼职 就依据我们的这个数字 在103年度的资料有48%的兼职教师 在师校的话它更超过了50% 这个数字我想请问院长 你觉得这样的比例会不会过高啊 请教育部部长说明好了 那个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兼职的老师 他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的是他本来有正值 部长我只是问你说 这样的比例会不会过高 因为1比1算是一个适当的一个数字 所以部长是觉得他是适当的 好那我跟院长再报告一下 现在全台湾有超过25所的私立大学 他的兼职的教师比例是超过50% 那有38所的私立的计职学校 他的兼职教师是超过50%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本席是觉得非常的高 那日前呢我们也询问教育部 那我们教育部给本席的这个书面回复是说 兼职教师是为了弹性运用教学人力 我想请问院长 您同意教育部的这个说法吗 兼职教师背景有很多种 那个如果说是应该用专任 不用专任用兼职来取代 这个是不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是为了某些业界的人 他可以到学校去兼课 给学生一些实务经验 那这种兼职老师是应该是好的 那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说 哪一些的这个比例是院长所说的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每个学校要各一去检视 很难有一个通案说百分之多少就是不好 所以其实教育部这边跟院长这边 其实也没办法掌握 但我们用客观的数据来看 其实这样的比例在大家的心中都是偏高的 我想要告诉部长跟院长的是这一个事情 那我想要问一下部长 你曾经也是大学的校长 那本着你自己的良知 你觉得大量的聘用兼职教师的这个做法 是值得鼓励的吗 值得鼓励这么多学校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跟委员报告 人数跟授课时数是不一样的 兼任老师通常他的授课时数只有两小时三小时 所以他真正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比例 可能只占到三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 第二个是本来教育部就有规定 专任老师的升师比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那个我们本来也就有规范 并不是让学校无限制的去增加 所以部长你的意思是 我大概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你觉得这个兼职的状况没有这么的严重 实际上真的在做兼职 然后长时间在兼职这老师没有那么多 那我希望 如果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在我们这个咨询之后 我也希望部长这边补上一份报告 来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你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的比例有多高 那实际上长时间得证师生比例的问题又是什么 好这边请你再补上一份这个报告 好那再来 我想要请问一下 刚刚除了兼职教师的问题 现在终点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根据本席的掌握呢 我们110所失校当中 只有9所的这个学校 它的终点费是高于公立学校的 好那今年教育部也用了2.3亿开始来做这样的补助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 这是一次性的补助吗 还是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补助 每年都会有 呃编2亿左右来支持私立学校 提高那个私立 呃接任老师的终点费 大概是一个长期可以支持的了 在我们的经费上应该 所以未来每一年都会有2.3亿的变列 是 好那我想问一下教育部 这样子的一个补助 未来这些私校它会逐年去跟进 然后会真的用它学校经费去补助的这个状况 你大概有多少的掌握 我们目前初步估起来 第一年已经跟进了大概有一半的学校了 那我们相信当这些学校提高以后 其他学校自然就会跟进 否则老师也会选择嘛 那所以教育部你的政策目标 是希望达到多少的数字 我们至少希望公私立学校是可以一致啦 至少在兼任终点费上是可以一致 对 就是公私立希望一致 那多久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我相信两三年之内一定可以达得到这个目的 两三年之内 好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询问的这几个 好 谢谢洪委员的咨询 谢谢张院长 谢谢 感谢观看